現在我們要上的是河川、湖泊跟冰川 這裡的東西不重要 不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一乎會考的我們都教過了 我們只在多背兩樣東西就沒有了 第一個叫做河流 吳老師教過老天爺下雨下下來 震到地下變地下水在表面亂爬叫淨流 淨流會汇聚成河川湖 汇聚成河川 然後流到湖泊跟大海 然後呢就是因為重力的關係 所以水往低駐流 所以這是應該第一老師跟我們講過的 然後河流在流動的時候就會造成輕蝕搬運跟沉積 然後就出現一個會考 可是我們講過的事情 叫做流水是改變地表型態的最主要作用力 流水是輕蝕的主要作用力 這件事情會考 可是我們已經教過了 所以流水是輕蝕的主要作用力 是改變地表型態最主要作用力 而 請問說 我們的流水的輕蝕搬運能力跟什麼因素有關 這我們也教過了 這我們也教過了 流水的輕蝕能力跟什麼因素有關係 兩個字 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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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什麼 我聽不見 現在不要講話 流水的輕鬆又翻 波度 不對 不是波度 波度是後面 你說 是跟流速有關 然後波度抖流量大流速快 摩擦力大流速慢 所以我們說會跟波度流量成正比 跟摩擦力成反比 這裡的正比跟反比沒有數學意義 不是數學上的我變兩倍 你變兩倍叫成正比 不是 他就是說A大B就大 所以叫做成正比 A大B就假叫做成反比 也只有這樣想法而已 並沒有所謂的數學意義 所以有學生跟我說 老師就改成正相關跟負相關 可以OK啦 反正就是這樣的意思 OK 那現在考試應該不太會考 所謂的波度流量摩擦力 可是流速可能會問 流速可能會問 OK 叫做流水 我們講過了 下一個呢 叫做所謂的 湖泊就是挖地 就積水成湖嘛 有鹹水湖跟淡水湖 那麼鹹水湖就鹹的嘛 鹹的 鹹度在百分之五以上 什麼叫鹹度 什麼叫鹹度 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 我不要再問你什麼叫重量百分濃度 我忘記怎麼說 我知道 這個重量百分濃度 因為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因為沒有那麼濃 所以改成千分比 不是百分之多少 是千分之多少 好 那所以叫鹹水湖 那鹹水湖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鹹水湖大多是內陸湖泊 就是只有流入的沒有流出的 只有入口沒有出口 就重點一 它多數是內陸湖泊 重點二 鹹度在百分之五以上 那其他的看一下什麼石海啊 大鹽湖啊 大鹽湖那是鹹的嘛 石海很鹹 是一般海水的十倍 鹹度是一般海水的十倍 然後呢在鹹水湖有鹽巴 鹽也鹽是廢話 最後這一句 我教的你可以不背 第一老師有教的你要背 我教的叫做 世界上內陸湖泊最多的地方 內陸鹹水湖泊最多的地方 是青藏高原 我以前是青藏高原 現在已經沒有西藏了 所以是青藏高原 這個是我教的 你可以不背 可是下一句是 第一老師有教的 實際上最大的鹹水湖是誰 離海 離海 這個要背 這個是第一老師有教的 你就要背 OK 然後跟他講鹽度 那淡水湖就是淡的嘛 通常就是有入口也有出口 所以像我們日月潭 跟游到佐水溪到進到台灣海峽 有入口有出口 叫做淡水湖 淡水湖 OK 然後呢這次也一樣 我教的你可以不背 萬壺之洲 迷你蘇打 這是我教的 你可以不背 千壺國是你地理會教的 地理教北歐的時候會教千壺國是 芬蘭 這個你要背 凡是地理有教的你就背 就對了 只要地理有教的你就背 然後只有地理有教的 就當作沒聽過就算了 就不用買他 OK 所以這次也要記千壺國 好 湖國有一些功能 可以什麼灌溉 灌溉 蓄水 發電 養殖 航運 那但是呢 也會造成一些災害 氾濫 成災 BLABLA之類的 這些事情對台灣而言都不重要 因為台灣並沒有什麼偉大的湖國 沒有什麼偉大的 所以那個所以就是 所以就不重要 因為台灣基本上 既沒有太大的功能 也基本上也沒有什麼 災害 大陸要什麼洞庭湖 貝洋湖那個大概可能就有些問題 那我們就沒有把它看看就好了 OK